日本独卖巨人队台日交流赛 今天对上乐天桃园 同样吸引了大批球迷到场观赛 但昨天有球迷因为购买周边商品 洞线不加一肚子气 今天主办单位除了拉起红龙之外 也加派人力协助指引 另外在场内昨天四楼外野观众席 漏水下起了小雨 有人甚至还撑起伞相当的狼狈 还有电幅梯没电 人潮塞爆等问题 面对民众的抱怨 远雄集团也致歉承诺会尽力抢羞 时间一到民众陆续进场 现场工作人员用大声工指引 但民众还是来来回回 搞不清楚入口在哪 排队的队伍跟入口的动线 其实已经快要撞在一起 可能是搞不清楚 我这边是排商品的队伍 还是我要进场队伍 还可以 就希望服务人员可以多一些 日本职棒独卖巨人队来台交流赛 三号对上乐天桃园 推出多款限量周边商品 就怕发生昨天的抢购冲突 主办单位赶紧在现场指引 开卖十分钟就有部分商品完售 工作人员也举牌提醒 十点就来了 我来的时候前面没有人 对了我算是第一个到的 想买纪念球跟马克杯 预算就 没有预算 除了周边商品大牌长龙 就连一旁扭蛋区也吸引不少人潮 来扭了那个有球啊 吊式 想要跟别人换耶 场外民众期待进场观赛 但前一天场外下大雨场内 竟然也下起小雨 天花板滴滴答答漏水 二号比赛时 四楼外野观众席地板湿成一片 好几个位置都遭殃 甚至有人只好撑伞看球 但意外状况还不止这 民众投诉进入内外野区 只能从B1上楼 但两个电幅梯竟然没电 人潮急爆动线惨不忍睹 另外场内电视也没开启 只要离开座位 就没办法知道赛事进度 影响的范围不大 四组的客人 三个漏水点 大概有十个人受到影响 远雄副总亲自出面致歉 但不少民众还是抱怨连连 就连上厕所也要大排长龙 远雄强调厕所数量足够 会加强指引 也承诺未来办其他活动 会更加顺利 这里台北综合报道